台湾第一家本土廉价航空 上个礼拜五首航新加坡 除了因为华航是跟新加坡 虎航合作成立廉价航空公司之外 另外一方面 新加坡也是一个廉价航空 非常成熟的市场 廉价航空公司近十年来 以竞争又合作的模式 把航空的饼越做越大 现在占有率已经达到了三成 免费的脚步按摩器 还是随时累了 都可以躺下来安静睡个觉 新加坡张仪机场 是世界最佳机场评比的长盛军 这里还有个特色 就是每三架降落的飞机里面 就有一架式廉价航空 十年前新加坡航空投资成立虎航 后来有来自澳洲的捷星 马来西亚的亚航 新航两年前又投资库航 采用波音777广体客机 区隔市场 台湾虎航算是张仪的第五家 廉价航空 价格是一般航空的至少七折 还有不定期的促销 就连学生都搭得起 十年来相较于新航 圣安等一般航空 廉价航空在新加坡的市场 占有率已经有28% 业者彼此竞争也合作 例如虎航 现在还跟库航合作 旅客可以直接转机 库航是从台北 它还要到索尔和日本 所以我们只是到台北 所以他们的那个market segment不同 再加上跟华航合作的台湾虎航 现在等于台北到新加坡航线 就有三家廉价航空 彼此竞争也合作 台湾的利己是什么 华航相当有自信 看好台湾的枢纽位置的 不止华航 年底复兴航空投资的威航 也要起飞 不过学者认为 台湾要切入廉价航空市场 机场也得跟着转变 必须利用桃源之外的场站 新加坡目前正在整建的第四航下 原本就是廉价航空专用的航下 以低廉的降落费及停留费 降低廉价航空的营运成本 学者认为台湾的起步已经比别人晚了 除了业者的投入 要创造廉价航空的营运环境 政府也不能缺席 记者林政武 郭俊玲 新加坡报道 今天的首语新问通 我们来学学廉价航空的首语 比出臭的动作加上便宜 表示很廉价 最后比出飞机代表航空 臭便宜是廉价加上飞机 比出飞机代表航空的首语新